座椅遗留前客尿字 难登机傻眼 英国一名男子花了超过1200英镑 搭乘英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到南非 但他发现他的座椅是湿的 让他非常不满 39岁的IT顾问Andre Wilkinson 7月底在西斯洛登机 准备飞去南非看双亲 当Wilkinson走到位于经济舱的座位旁 他发现座椅是湿的 空服员也坦诚 其实这是上一个航班的乘客 所留下的尿痕 但空服员并没有帮Wilkinson清理座椅 而是到盥洗室 拿几片湿纸巾给他 要他自行解决 Wilkinson表示 他无法坐在这样的座椅上之后 空服员笑着回应 我看你在这趟飞行期间 不会让我好过了是吧 不想找麻烦的Wilkinson 最后在座椅上放上一个塑胶袋 再盖上一条毯子 好扯的搭击经验啊 Wilkinson在推特上 他不抱怨文以后 英国航空跟他联系 并提供该公司的5000奖励点数 下值435英镑的折价券 他也可以选择在下次飞到南非时 免费升等 不过Wilkinson说他不在意这些补偿 他要的只是正式的道歉 英国航空告诉媒体 他们非常在意此事 也已经向Wilkinson道歉 他们还表示 机舱的整洁极为重要 他们经常抽查 以确保整洁度 维持在高标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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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订阅 订阅 订阅 订阅